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以香港海威国际娱乐集团名义在台西津 2015年4月间起在台中市举办 Highway99投资网络博弈说明会 招揽不特定人投资1000至3万美元 实则为变相老鼠会 以拉会员来抽取各种名目奖金 来吸引会员不断拉新人投资 总计西津98万8千美金 被害人为领导弘历而提告 台中地院依违反银行法判处苏 陈亮富及陈南三年2月至4年徒刑 台中地院判决书指出 苏、陈亮富及陈南以香港海威国际娱乐集团名义 从2014年底起在台湾非法经营收存款业务 及非法多层次传销 2015年4月在台中市东区海海水脚馆 苏富与陈南共同经营 举办海威99投资网络博弈说明会 由苏富介绍投资方案及奖金种类 陈南及陈女则负责向投资人收费 会员投资单位为1000美元、3000美元、5000美元、1万美元及3万美元 会员的红利收入可分为静态及动态 静态是海威公司以每日收取的投资单位 给付会员0.9%的日息 休假日不计 动态是指会员努力招募新会员 可抽取推荐奖金5-10% 再者双轨对碰奖会员的下限出现两轨 两轨各有两代下限以上 又可获得下限投资总额10% 另有许多名目可抽取奖金 吸引会员努力发展下限 招揽新老鼠进来 如上午代对碰奖金 见点奖金等等 海威每月1日 15日会统一发出各项奖金 会员可在网络可查看自己的红利点数累积 想把红利点数换成现金 海威公司会把现金汇入个人账户 可是点数好看 当要求换成现金 海威就一直推 拖 拉 最后两手一摊说 没了 许多投资人空欢喜一场 血汗钱被骗走 总计吸金98万8千美元 折合新台币约3000万元 6名被害人